下午4點多 騎士行駛在台南東陵路底 眼看旅燈亮了 前方的機車群宛如車隊左轉前進 但是眼前的景象讓目擊者遁了一下 左手邊有三名行人 兩女一男 已經在斑馬線上的他們腳步刻意放慢 一共一台 兩台 三台 四台 一共七台的機車搶在行人之前衝過了斑馬線 目擊騎士減速路過了行人的後方 最後通過 當時他除了一個煞車可能後面又會撞到 所以前面一點 中間的人可能也不敢直接煞車 然後就一個一個就很快的過去 所以這邊可能要慢一點 這有點危險 因為他可能轉過去 現在如果走路太大可能來不及 會嚇到 然後跌倒 然後就被撞到 被執擊 切輛機車不理讓行人的路段 位在台南城大和南一中附近 斑馬線的正前方還是一所小學 再加上商圈 學生族群粗魯多 十米的道路 汽機車能夠不理讓嗎 今年五月一日起 迄今 那舉發汽機車駕駛人為禮讓行人違規部分 已達275件 本分局將持續加強取締該路段違規 及交通秩序整理 不理讓行人最終開罰3600元 轄區的警方表示 這個月已經開出了275張的罰彈 馬路如虎口 誰要禮讓誰 不是單純的靠默契 還是遵守法規 確保安全 三連新聞王少至於到底台南報導 台南報道 3連新聞王少至於台南